老婆, 你最近做甚麼? 像神筆手舍似的? 我…沒事 是誰? 不知道 警察, 一定是挨拚女士吧? 我是 現在懷疑你和幾宗謀殺案有關 這張是搜查令, 我們要搜這間房子 Sir, 你說甚麼? 甚麼和謀殺案有關? 你知不知道 你說在你家附近埋了幾條絲嗎? 回答我 知道, 那幾條絲是我殺了之後埋的 老婆, 你說甚麼? 你怎麼會殺人?你…你別亂認我 不止那幾個, 還有我殺了我的兒子 甚麼? 你殺了我的兒子, 沒可能 老婆, 你說甚麼? 你說對我兒子去了醫院 你知不知道你自己在說甚麼? 老婆, 你別亂認我 這位小先生, 你先攆住 放手 Hanson, 你先帶他出去 是, Sir 說甚麼? 是, 沒可能 Sir, 你弄錯了 我老婆好人, 你說他不會殺人 你弄錯了, 我老婆好人 陳阿萍, 你小心說話 你說你殺了三個人, 還殺了你的兒子? 我不可以讓我老公離開我 我不可以保護他 剛才你老公很緊張, 他怎麼會離開你 站在那裡 媽呀, 媽呀 媽呀, 你死了嗎? 不要 不要站在那裡, 別走 你死了 之後我就死到處流亡 我覺得自己很髒、很骯髒 不敢跟別人說話 一有人哭了你 我就像老鼠一樣, 馬上飄走 就算我死了, 這個世界也只剩下垃圾 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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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死了 沒有人會緊張的 拉拉 幾年他流浪生活 我覺得很辛苦, 很難受 不如死去吧 當我想跳下去的時候 我就遇到我老公阿俊 兩個想跳樓自殺的人 既然是死之前遇到 所有的事, 好像是整地一樣 我病了 他就會每天天天陪著我 讓我康復為止 我知道這一輩子 我都不會離開他的 他為了給我一個家 他就出去做散工 我們才有錢租屋 但是幾年前 阿俊去幫人做燒漢 他不小心, 睜瞞了眼睛 但是不幸的事 一次又一次地發生在我們的身上 那之後他們在地盤做散工 又遇到意外, 連雙腳都坦白了 為了要維持你的頭甲 現在, 從那時候開始 我就要出去撿垃圾 也是從那時候開始 我就開始殺第一個人 第一個是善姐 是我在村口撿垃圾的時候認識的 他看見我二十多歲 為何還要撿垃圾這麼可憐 善姐說 如果想生活要好一點 就要嘗試走出第一步 所以他就介紹一些人給我認識 他說多接觸別人 或者會有人介紹工作給我做 找工作也會容易一點 既然善姐這麼好人 你為何要殺他 原來他也不是一個好人 自從我介紹了我老公給他認識之後 他就開始詆毀阿俊 看不起我老公, 說他有殘廢也沒用 只是我是我的婦女 還說…還說可以介紹男人給我認識 他今天真是想拆散我和阿俊 我生氣起來 就引他去後山 把他殺了, 埋了他的屍體 等他以後 都不能再說阿俊的壞話 阿俊 好, 那第二個死者呢? 之後我為了要維持住頭監 就去到茶餐廳做清潔 起初我都覺得老闆很好 很關照我 每天都只剩下的帳頭送給我 但是, 原來他另有目的 心懷不軌 有一天, 我回家的時候 不小心扭傷了腳 他就懶好人地說送我回家 誰知道回家 他看見我老公不在 就借著說幫我搓藥走 來搏我猛 又稱讚我美 又說我跟著那個殘廢老公 是委屈了我 他這樣… 就是… 就是想挑撥我們兩夫妻而已 於是 我又引她去後沙堂 又把她殺了 第三個是蓉姨 她是住在附近的村子 她手掛手掛了很多年 殺了丙叔之後 我就浪費了一個寶寶 有一天 我背著寶寶去撿垃圾 容易看到我 就走過來 幫我抱著寶寶 我當然不肯 但是每次蓉姨看到我 她都會走過來幫我 慢慢 我才夠膽讓她抱著寶寶 蓉姨看到我這麼辛苦 她就說 可以不收錢幫我照顧寶寶 原來她也是另有目的 她想借著照顧寶寶做藉口 其實是你接近我老公 肯定她的手掛守了很久 忍不住 她想搶走我的兒子 搶走我的老公 所以我就忍她去後山 又把她殺了 她死了 還有小寶寶呢? 你說你殺了你的小寶寶,為什麼? 自從有了小寶寶之後 我老公就把所有的重要力 都放在小寶寶上 我老公都不想要我 常常是寶寶前 寶寶後 連跟我說話都少了很多 她只想念你的寶寶 不管我 我很害怕 我很害怕 但是兒子長大了之後 我老公不再要我 我 所以我唯有…唯有你的寶寶也殺了 你有沒有搞錯? 那就是你親生胃肉 你怎麼可以這麼忍心下手 我不想…我不想她離開我 小寶寶 你先休息一下,小寶寶再繼續玩 最新劇集《易天奇案2》 已經在TVB Anywhere North America上架了 北美的觀眾還等什麼? 快點去下載這個APP來熟劇吧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